来看到一起令人遗憾的案件 前天深夜 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欣 盘查围停车辆 发现车内疑似有毒品 要求女驾驶下车 对方却加速逃逸 还将人拖行了数百公尺 冲撞护栏 派出所长宋依宣告不至 女驾驶逃逸之后 在朋友家中被捕 法院昨天深夜裁定羁押 土城的京城路旁 两名园警正在盘查一辆围停轿车 驾驶却突然开车 加速离开 其中一名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欣 双手拖着车门 遭到拖行好几公尺 不过车辆却没减速 还不断去靠近分隔岛 造成所长撞击到护栏 最后重衰在地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予抢救 人伤重不治 拖行远警还逃逸的驾驶 是一名成姓女子 警方查出是列管的毒品人口 毒龄至少有十年 当时身上疑似藏有毒品 遭到警方盘查 案发后她则逃到土城一处民宅 警方持居票将人逮捕 在现场除了 有两名友人 还搜出了一包 安菲他命 一托咪纸等证物 警方已经对她实行尿检 确认是否涉毒 从仅将近十年的所长刘宗欣 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殉职 他当初是随着父母的脚步 踏入警戒 不只在同人眼中 是认真负责的好干部 在脸书社群 我是土城人 也有不少网友po文来追议 有人就提到曾经亲眼看过刘宗欣 拿一千元帮助弱势老人 而且他对人也很客气 针对这起案件 新北市长侯友宜 除了紧急前往探视家属 也只是要延伴 同时从有抚恤 我们一定会争取最高的抚恥 来照顾他们的一件乌鱼 对造成同仁性质的百毒 要从重量刺 严格追寻 上次一件的那个三重分局 跟这一件我们已经很看见 这个奥密室这个心情忽力 造成的伤害非常的重大 那我们会加强这个建议中央 来做修仿 然后把这个心情毒品的 行动把它做一个提高 检方进行遗体相验 道成的家属表情相当凝重 检警后续除了要厘清 刘宗欣的死因 也要调查陈性女子聚检的原因 以及是否涉及毒嫁 全案江潮杀人罪嫌 以及毒品防治条例 被侦办 记者蔡惠林 张子佳 陈立峰 陈昌伟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